南非运动明星有刀锋战士之称的佩斯托瑞斯 星期二再度出庭 检察官认为佩斯托瑞斯是预谋犯案 但是他的律师仍然在努力地替他寻求保释 而被他杀害的女友史丁坎普 则是在当天举行了私人葬礼 正值花样年华的前名模史丁坎普 上周四被他的男友 有刀锋战士之称的奥运明星佩斯托瑞斯 在家中枪杀身亡 年近29岁 星期二 佩斯托瑞斯再度来到比勒托利亚法院出庭应讯 检察官认为佩斯托瑞斯是预谋犯案 但他的律师正在努力替他寻求保释 法庭内挤满了佩斯托瑞斯的亲友 法庭外则聚集了一群南非国民党会妇女联盟的代表 他们要求法庭不准保释佩斯托瑞斯 同一天被害名模史丁坎普的家人 为他在一处私人墓园举行葬礼 他的死去仗至亲非常爱伤 最初媒体报道 佩斯托瑞斯可能误认他的女友是入侵者 但警方说 史丁坎普是被一次以上的枪击杀害 邻居们早些时候也听到争吵声 佩斯托瑞斯是这起杀人案的唯一犯罪嫌疑人 新常人记者陈新梅综合报道